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线上观赏 我们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文化讲座 这一系列的讲座 是我们学院文化课程的五位老师 他们就是 陈青翅 周和顺 陈青叶 蔡惠坤和蔡荣生 蔡荣生老师 这位老师将给大家轮流做主讲 为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掀开戏目的是陈青翅老师 他主要是要和大家谈谈中国画的特殊技巧 以及如何欣赏水墨画 然后周和顺老师 则要为大家讲解中华书法艺术 而陈青叶老师 要和大家一起探索 指头画的秘境 教大家如何用自己的手指来作画 蔡惠坤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轻松歌唱的诀窍 而蔡荣生老师 则要给大家介绍西洋长笛和中国笛子的异童 并且给有一学习或正在学习的这两种乐器的朋友们一些提示 我们这一系列讲座将会分成五集 从今年九月到十二月间 逐次播出 每一集讲座的录影 会上传到我们学院的YouTube和Facebook上 供大家观赏 前四集都定在每一个月的中旬做首播 而最后的第五集则会在十二月底首播 这些日期和时间的具体信息 我们会挂在学院的网页上 以方便大家参阅 我也要在这里特别感谢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给予我们的热力 热心协助 国图不但提供场地给我们录制节目 也在他们的面部网页上 分享播出我们的讲座 为大家做主讲的这位老师 都是我们南大孔子学院文化课程老师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今年春节期间 他们已经在线上给大家做过 拜年贺岁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一系列的五集讲座 是借着春节的节目之后 再一次在网上和大家见面 我们的老师希望能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展示他们所身怀的绝技 并且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艺术造影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各位来宾 今天很高兴受邀请来孔子学院 做一个子画分享会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用手指作画 探索紫头画的秘境 那么到底这个子头画有什么奥秘 那我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 把我过去累积的经验 跟大家谈一谈 谈话的内容呢 就是说 这个 我们的生活是和手指头呢 息息相关的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每个人都有一双手 那么这个人类的进步 其实就是我们这双手创造出来的 那手是自行工作 那我们的脑是来指挥工作 所以脑和手是并用 所以指画就跟这个脑有很密切关系 我们用手来画 我们是要把我们心里想要的 这个想法表现出来的在头脑里面 在心里想的 通过这个手指头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手指画呢 就是因应而生 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不只是说一个学科 不只是一项艺术 其实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指画呢 是相当有趣的 第二点呢 我要谈的就是说 这个指画 有这个保健的功能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你要画指画 你必须用你的手指头 来进行这个绘画 当你这个手要画呢 你要画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肯定要有个想法 我要画一朵花 这个花是什么形状 有一个轮廓 有个样子 有了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就尝试用我们的手指来绘画 那么画指画呢 一定是需要 手脑并用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保健的作用 在我们这个现今的社会 科学的进步 是非常惊人的 日新月异 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机械化 靠机器 靠电动 跟现在这个 到了现在的这个大数据时代 网线网络 我们呢 这个 的一切呢 都非常方便 我们不必用很大的劳力去完成工作 哪怕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集中机 你只要按一个号码 他就能够把这个很重的东西拿上来 所以我们的 因为这个方便 我们就很少做一些运动 我们就懒惰了 因为只要按了一个电钮 或者按了一个号码 所以这个 越来越身体就衰弱 因为纳尔文说过 物尽天真 就是说你没有好好的充分利用 你的身体的各部分 你就会慢慢的这个退化 所以你越利用 你越去这个练习 你的这个肌肉 就更加坚实 有力 所以说 我们因为呢 这个方便 所以变成呢 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惯 我们也很少动脑筋 说怎么样 用手来画 现在呢 我提倡这个画画指画 一定是可以多念你的脑力 你的脑和手并用 就是一个 能够呢 使到身体的 越来越健康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就说 人老了 就会有这个 失忆症了 或者什么肢怠症 其实就是我们的脑慢慢的退化 所以我觉得呢 用手指画 用头脑想 用心想 两个配合起来 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心 会非常健康 非常愉快 所以 所以指画的作用 指画的作用呢 不止这个 我们也可以用手指来写字 这个叫指书 以前呢 有一位老先生 其实是我老师的朋友 王瑞碧老先生 已经往生了 他一生呢 就是用手指写书 写书法 他可以写很大的字 那整张宣纸呢 用他的手臂 用他的手指 一挥而就 就变成一幅很好的字 好像我有一幅 我有一幅这个 举花呢 上面的字是他提的 他就是用手指 其实我们念指画的人呢 都会用手指来写字 所以指画 指书 都是在同一个时候进行的 每次我们画完了 我们就会用手指的提字 提款 然后该印 就把一张作品完成了 当然有人问 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毛笔了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最原始的手指来画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趣味 我们人类呢 我们人类呢是进步 我们的这个毛笔呢 有各式各样 有大的 有粗的 有羊豪 有狼豪 有软的 有硬的 有大的 有小的 谁你喜欢的都可以钓 但是为什么指画到现在 还可以保存下来 我相信当中是有它的这个 内在的因素 就刚才我讲过了 因为用手指的必须要 让我们的头脑活动起来 所以这个呢 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非常有用 在以前呢 这个指画的发明呢 唐朝的这个评论家呢 叫张延远 这个是历史书 这个什么 美术史上面有记载的 就是说张兆是第一个人呢 用手指作画 那么他的作品吗 没有流传下来 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呢 无从考察了 不过呢 到了这个唐朝以后呢 还是有指画的这个发展 不过呢 他不是主流 它是一个支流 因为自从毛笔 发明了以后呢 就有毛笔的 这个绘画了 毛笔书法了 可是呢 到了这个清朝 高齐配呢 就是一个 整心这个指画 使得指画呢 重新发扬光大 那已经是 到现在呢 已经好几百年了 对不起 那这个指画呢 还继续延续下来 那么 我是跟这个 我的老师 吴才老师呢 跟他学习 跟他学习 跟他学画 那么他是 上海美专毕业了 潘天寿的学生 潘天寿是中国著名的这个 书法家 我非常有 非常有缘分跟这个吴老师来学习 然后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学习 我也很愿意加以分享 所以我有在孔子学院啊 开班授课 我也在这个民宗基督部啊 或者是这个社区活动日啊 国家意识理书会啦 人民学会的邀请啊 做一些分享 讲演啊 做画画啦 等等 所以我刚才已经 列列的讲了 手指画是 跟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 所以不是说 需要用怎么样的东西 才可以来 这个 实现我们的想法 另外呢 现在的这个 这样的疫情啊 我们的身体呢 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健康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能够利用这个指画 来刺激我们的身心 来刺激我们的经络 使到我们的思维 能够更加的活跃 我看也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不能到人多的地方 也不可以到 出国旅行 那我们待在家里 就拿一张纸 拿一点墨 就用我们 以身寄来的 手指 手掌 我们就可以 做画了 所以是很轻便的 什么时候我们想要画 就怎么画 就可以画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是非常的自由 所以画画是一种享受 在我个人的理解 我这几十年来的这个世界 努力了 所以这个乐此不彼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 我年纪大了 不可以画 不会的 因为这个年纪大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人生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呢 我们呢就可以 把我们所学的 所看的 加以表达 把它加以 用手指的表现出来 来更加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说 此画应该是 值得大家来学习 也希望有心人 来发扬 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 那是一种 对于这个文化的推广 我觉得是功德无量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了这些了 当然了 我刚才讲的是一般性的 至于这个怎么画呢 我还没有讲到 等一下我在做示范的时候 我会呢 再进一步的讲 谢谢 紫画艺术 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他们很兴趣 好像这里 刚刚给你们看的这张照片 就是孔子学院 在一个活动日 开放日 邀请我做一个指画 分享跟这个示范 Next 我也参加这个社区的活动 像五极芝麻 审理部长 现场灰春联 我也参与他们的这个活动 Next 这个每年南洋艺术学院都有这种的这个叫做灰春活动 邀请本地著名书画家来参与活动 那我也受邀请 这是那个照片 Next 这个南洋大学 海理工大学开放日 线上活动我也是受邀 受邀做这个直华示范 以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南大校友分享 Next 这张也就是在这个南洋艺术学院开始做示范的时候 刚才已经看了那个作品 这个牡丹花是吗 就开始 Next 这个是在某一年的这个 应该是农年 我也是受邀请做这个示范 那个用纸画画那个龙 那主兵是伊斯华丹部长 一起合照 与作品合照 Next 这是一个社区的指画 Workshop 就是一个节目 那些小孩子 教导他们怎么样用手指做画 他们每个都很开心 Next 这一个是人民社会的一个盛大的活动 推广人社的各种的文化活动 那指画呢 也是受邀请做现场示范 很多人在观赏 Next 这个是在我们这边的 南大控制学院 南大控制学院做一个分享 指画分享 Next 这个是在民众俱乐部的一个 我的画展 我就是老师和学生的指画展览 那跟学生一起联合 做一张指画 大型的指画 大型的指画 所以每个都挤一个拇指头 就是用手指画了 很开心 Next 这个是我的画展的 这个亲戚朋友 赞颂的这个花篮 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厚意 可以的 这个呢 一个小孩子 来参观画展 参观这个我的私生子画展 那么他很兴趣 我就告诉他怎么画 后面那张画是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那是我的指画作品 现在已经留在这个 Tanwabaga 民众俱乐部 已经收藏了这张的作品 谢谢 这是我们南大控制学院 举办的这个指画班 我和同学们一起喝照 Next 这是一个民众俱乐部 开办的儿童指画班 有这个外国人 有印度人 他们都对这个指画艺术很兴趣 所以是可以促进种族和谐的一种无奈活动 Next 这是我在孔子实验这边做一个师范 画了几条驴 谢谢 这张是特别的 这是几年前电视台邀请我跟哥布心做一个互动 他们要看看我怎么用手指做画 然后就现场做画 他们也尝试一下 他们也尝试一下 非常开心 Next 这是这个现场 灰春跟做这个指画的活动 这是南洋理工大学 为校友举办这个各展 我很荣幸受邀请做这个示范 谢谢 各位来宾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收集的一些素材 是我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好像这个气候问题 环境问题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现在这张刚好我在报纸上 读到这个新闻 中国四川达州 达州市 在9月6号发大水 他们的城市 19米的水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店的底层都被淹水了 所以进去 19米有多高 应该是两层三层楼这样高 那怎么办呢 他们这个用 政府人员 救援人员 他们就用橡皮艇 来拯救那些受害的灾民 Next 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岛国 我们新加坡的面积很小 是到处的都是这个主屋 还有我们这个公路 我们的市区高楼大厦 可是我们也很注意 我们的花园城市 这个内容 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 是名副其市 我们在河流 好像班当河这里 就加以美化 把河流加以疏通清理 然后建跑道 所以附近的居民可以沉运 可以做休闲活动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非常有用 你可以看到 还有小船 还有小鱼 所以我们的水是很干净的 因为这个是 这二三十年 新加坡一直在保护环境 所取得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和好的 利用这样的一个设施 谢谢 我们这个清界的河道 美丽的花园 得来不容易 你看到呢 这边有清道夫 在河面上撈那个垃圾 所以这个 我画这张图 是我亲眼看到 所以我快快地把它记起来 回家就把它画出来 我希望我们的国人 要珍惜我们现有的东西 这个环境 能够要注意保护环境 特别是在现在的疫情 苍窃 我们更加注意公共卫生 不要随便掏垃圾 这个很重要 这张图很有意思 这张图是 我们新加坡 应该是国家意识理事会发起的一个 用艺术来表达我们对于前线 医务人员的一种奉献 一种感恩 所以你看到呢 我画了很多护士 也画了病人 他们这个 非常这个 用心用力 来照顾 这个COVID-19的病人 所以这张画是被录起 同时也在这个Street of Hope展示出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这个全新 上下一心 抗疫情 我们才能够战胜这个疫情的困境 大家要加油 下一个 下一个 可以吗 所以我们这个 这张图片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纸画可以画小张的 也可以画大张的 这张是整张宣纸 那个图画的内容 我表现这个新加坡的地标 就是滨海湾的 金沙滨海湾 我跟严重年女士在我的作品拍了 严重年女士是纪无访的 这个创始人 他也获得新加坡文化奖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就是说我们都是 对这个艺术有兴趣 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那我们能够走更长的路 好 这张团场 叫做Bandang Bandang 大炒场 以前新加坡的重大的节庆 国庆的彩排表演都在这边 前面那个是 应该是基罗部 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楼大厦 我们的这个市中心最大的 这张画被这个上海一个艺术杂志收录 我的这个作品受到很大的重视 说是这个现代艺术的这个一百强 这个是感到非常高兴 谢谢 看到这张图就有很多感想 这张纸画 我画的这个Brother Menari 这个Brother Menari 是爱尔兰人 他是外来的移民 可是他对新加坡的文化艺术贡献很大 Lassar SIA的这个艺术学院 就是他创立的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小国 新加坡是一个世界的文化的一个会计点 他是外国人 可是他成为新加坡的公民 所以他对我们的文化的贡献很大 不分种族 大家在这里发展文化艺术 推广艺术可以是一个世界的 一个将来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中心点 谢谢 这个是喜志摩有写了一篇 《再见康桥》 那我在英国读书有看到这个康桥这个地标 所以我就有很深的感触 我就把它画出来 底下我还写了整个内容 就是关于康桥的这个故事 谢谢 那新加坡呢 有地标的 这个意义的 好像有这个什么的 龙牙门 这个就是新加坡的 这个一个新的建筑物 原本这里是在古代 这是一个叫做龙牙门的一个重要关口 我就把它画出来了 也当作是一个 艺术可以表达我们的 各种的一个有意义的想法 Next 那《红毛丹》是我们热带的水果 也是我们这个非常美味可口的水果 所以我随手就用手指把它画起来了 这个《红毛丹》 Next 《级花》呢 《级花》在我们这个 这个是纸画来的 《级花》在中华文化里面 是代表蚝霜 就是能够一种很坚韧的精神 不怕血霜的煎熬 能够在这个恶劣环境 花开得更加的美 更加的繁盛 谢谢 这个《红毛丹》呢 我也是要表达这个我们新加坡对于环保的一种重视 在这个河道的清理做得很到位 那么这个在建筑方面很讲究这个绿化 你看在这个组屋区的周围都是种很多花花草草 这个立化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除了这个保护 这个就是说多种树木 对于我们的气候 也有很大的调剂作用 也有这个美化我们城市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利用 也要珍惜我们仙人 给我们的一些恩惠 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 不要弄坏他 谢谢 新加坡这个有很多节日 好像这个华人有春节 还有我们就有灰春 圣诞节是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就是西方的一个节日 可是我们这里也庆祝 有画这个路 有画这个礼物 来庆祝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画 一张圣诞节的卡 这样 Next 这张就有一个历史的意义 因为最近 美国副总统 哈利斯 到访新加坡了 他是亚洲之行的第一站 那我们新加坡 非常高兴 欢迎他 也栽培了一种新的物迹品种 以这个哈利斯的名作为哈利斯兰花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意思 所以把它发出来 也做一个纪念 Next 刚才我讲的这个气候问题 现在还是要讲 刚才是说中国四川在9月6号发生大水 那也很臭小 我看了新闻 美国加利夫亚洲 因为他的水库已经干了 那么这个水很少 水上的 有一种叫做什么船 他们叫做船物 也是不能动的 所以从这个 这个事情来看 气候问题没有分东方西方 中国有 美国也有 还有其他什么欧洲 还有什么 冰山 什么北极 各地都会发生问题的 是吧 所以这个 地球暖化 冰河融化 海水上升 这是跟我们的生活很息息相关 因为如果是这个海水上升 那些低的国家 可能我们这个东海岸低的地方都会被淹没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必切 我们要开始看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的地球 所以我画的这张东西是有很多感触的 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 可是全世界的人 如果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保护环境 减少这个碳排的这个数量 减低这个气温的这种的变化 我们就一种吃个大幸 是否则就是大乱零头 OK 谢谢 好 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最近新加坡的动物园的熊猫 凯凯 所以我们就七年来 才生了这个熊猫宝宝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个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意是很少了 所以新加坡有了这个第一胎 希望很快有第二胎 那我们新加坡的动物园会更加的光彩 谢谢 好 这也是世界奇观 也是我看的报纸 好像我的会话题材是多方面的 我多去走走看看 好像这个班南河 我有多敢想 我看报纸 我度新闻 好像这个就是从那个电视新闻看到的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云南 十六头巷 从西酸满纳 日夜奔跑到昆明去 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重要的事情 大象怎么会不端端的跑到北方来 所以我很注意这个事情 我看到报纸 我看到新闻 所以我就把它画起来 这个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得到的消息是 这十六头像已经从北方回到他们的家乡南方去了 在这个大象回去南方 大象回去南方 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原来大象怎么会回去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家 东物专家呢 想方设法 引导他们回到南方来 所以这个东物呢 也需要我们保护 这一件很大的工程 就是这个大象 那这个大象 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就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就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但是进入到北方的农田 它会加以破坏 破坏他们的农田 还有破坏他们的这个农作物以外 可能还会伤人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我就画了这张 这张图画来提醒大家 我们要保护中物 所以说百文不如一见 就是说刚才我讲了很多 这个指画的一般的这种的尝试 那我们最好的就是来看看 这个手指怎么可以作画 是吧 所以在我做示范之前 可以简单的讲 要画指画 我们有两种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工具 一个就是材料 材料就有这个黑墨 中国的颜料 就是Chinese color 另外就是宣纸 宣纸 这个是特别的纸 不是普通那种图画纸 还是续彩纸不可以 画毛笔的宣纸 不可以画这个纸画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 否则你选错了材料 那是发不出来了 另外工具呢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 圣水的 装水的 这个水中 container 是吧 有装墨的 这个白碟子 是吧 另外呢 还有这个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是用手指画 那手指呢 整个手掌 你怎么去调颜色 这个是大问题 那个pallet是很小的洞 所以不能够用 那个方法 我们就要用 一个盘 整个手指 来调那个颜色 另外呢 这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里面呢 有手指 这是与生计来的 每个人呢 都有一双手 都有十个手指 手指呢 有拇指 四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所以有长有短 另外你在看 手指有指甲 是吧 手指有指肉 手指有关键 这些呢 你在做画 都会用到 所以什么时候 是用什么部分 所以你必须要 弄清楚这些东西 否则呢 你要怎么画 你又不是把整个 手指抓住来画 不是 你要张开 是不是 你要弯去 是不是 有时候还要用测的 有时候要用正的 用手指甲 所以这个呢 就是工具的 方方面面 你要知道 所以我 讲了这个呢 就可以开始画 对吧 好 另外一点呢 一张画好不好 有一个要求 你画的像不像 对吗 那画的像不像呢 以外 我们还要讲 有没有立体感 立体感呢 英文叫做3D 三 dimensional shape 它的样子 那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立体 好比说 一粒 苹果 一粒苹果呢 你画一个圆圈 不可以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光暗 西方是讲光暗 可是我们在毛笔 用磨来讲是溶蛋 对吧 所以这个溶蛋就出来了 这个磨呢 是很黑的 不可能用这样黑的磨来画 这个磨一定 磨水呢 一定要沾水来掺 所以这个呢 你看到呢 我是拿一点磨 加多少水 你必须要有一个想法 那么这个纸张呢 你要试一试 到底呢 它这个有龙还是蛋 所以你必须要试试看 你看我这样就有龙蛋了 因为我是加水 我再加多一个 再来我要加黑一点 来黑一点 所以什么时候是用龙磨 什么时候用丹磨 都是要经过练习 所以要老式的指点 那你就可以扫走冤枉路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画 第一 把这个手掌放进水里面 这个步骤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等一下你画起来 你的那个画是不好看 是不美的 所以还是必须要 有这个手指 这个纸巾来骂 没有纸巾也是 不要把我画 红的 好像这个红的颜色 我需要调 有深浅 颜色有深浅 所以我们用到很多这个纸巾 需要用到很多纸巾 这个纸巾 这个就是已经画了 有龙淡的颜色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这个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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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错的 这个纸巾 是不错的 这个纸巾 是不错的 这个颜色也是有很多种 当然以红的就有大红属红的差别不同了 所以你要知道用什么颜色来搭配 看着主要颜色是除名颜色的 看着主要颜色的 而在这里心中就能能发展 看到大家的颜色 看着主要颜色是植物 要颜色的颜色 又整个颜色 看着主要颜色的颜色 根本质颜色是颜色 第二天的颜色 採用这个颜色 这里的颜色是颜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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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加低而成 所以這個是比較費時 所以畫畫是可以消磨時間的 因為你不是急著要快快畫完 不可能 因為這個是一定要讓它乾透的 可以再去畫 用來畫畫 用在墨上的角度 勾到圓形 用來畫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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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要等它乾了 所以不能夠試 不能夠試一直盯在一個地方 所以要看看什麼地方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現在我要提字了 要乾我在家的越慢 對 字當然是要黑一點 不過這個黑了 也需要有這個實力的調配 不可能說全部用 用這個黑末來不可能 因為太乾了是不能寫字 太乾了 寫不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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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貴平安 所以 那是 你要毛病 不好 就还在 可是呢 這個植化不 不可能 要慢慢 慢慢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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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